好 让亮哥谈一下 事实上我们过去讲过 大陆在进行这个过境免签之后 效果宏大 你看到所有的这个全世界的网红 来朝圣之后呢 几乎每一个都是大陆 最成功的一个这个宣传者 不管好的坏的 那也不怕你看 那现在7月15号 大陆这个国家移民管理局 又再度公告 又要新增哦 河南郑州新镇国际机场 还有云南丽江 三亿国际机场 大家知道这个云南 也是一个这个观光圣地 另外还有这个摩罕铁路口岸 等三个地方 那到此刻为止 有37个口岸实施这个政策 然后美国加拿大英国 54个国家试用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 蛮创新的一个这个想法 到此刻为止 你觉得中国收获了什么 收获了免费的大外宣 我这个就是有自信 就是我不怕你们看 就这样 就好比那个 他好像也招待了一群记者 去新疆嘛 对 对 对 就会有一堆记者去写 他在新疆所见所闻 实际上中国大陆 基本的城市建设 都有一定的规格 就是该有的都有 所以你到他的 甚至到三级市 我觉得东西都比美国要新 所以你只要去过 我觉得他们大概有几个地方会感到震撼 比如说到二三级市 那就觉得基本建设都有 高楼大厦 对都有 那第二个就是 可能那个绿化的程度也超过他的想象 因为那个都是规定的 那还有交通 可能很多地方都有地铁 那很多地方城市与城市的接驳 他可以坐高铁或动车 那第二个是治安 就是晚上他可以随便走 治安真的很有感觉 这个其实东亚这几个地方都是 这个欧美人都难以想象 这个日本跟韩国也还好 新加坡也不错 那第二个当然 第三个当然就是 那个晚上出来 几乎都是不夜晨 就中国人好像都没有在下班的 这个人家 不睡觉 这个人家讲的 就是说 那个韩国人不睡觉 中国人不下班 这个日本人不吃饭 这个是东亚这三种人的特色 那中国人真的好像就不下班 就是 就是晚上 到了晚凌晨两点都有人在到处晃 亮哥你好像也不下班 我看到亮哥也说直播也很晚 没有啊 这个台湾跟大陆是同一种人 所以习惯都一样 你就是觉得走出去 怎么都没有人下班这样 那到处都有人可以聊天 那这个 我觉得这个老外是一个文化冲击 这个亮哥当时去过大陆太多次了 而且这个亮哥的研究 这个亲眼所见也不会太意外 但是因为我周边有很多很多的朋友 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去大陆 而且我跟你讲他们开放这个144小时是6天嘛 那基本上是给背包客去的 就他们可能到亚洲其他地方旅游 那看到中国免签就顺便来晃一晃 那他晃了之后他就很有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去亚洲其他地方搞不好是去老沃啦 越南啦泰国啦 那他回来他就会觉得哎呦中国怎么会比我想象中要进步很多这样 我觉得那个是很直接的感觉 亮哥觉得最直接的冲击是什么 硬体嘛 对不对 当然是硬体 还有自然 不过他那个硬体你不能只讲楼房啦 应该还包括街道的规划啦 交通方便啦 然后都一定有绿带啦 比如说有公园啊 那各种基本的比如说运动中心啊 那个大概都是标配啦 因为他有一些规定的 我知道他有都市计划 对像比方说最近最红的武汉那个萝卜快跑 对对对 对就是完全无人的啊 那虽然他目前为止问题很多 据说那个无人的那个载车 地上有个塑胶带他都不敢开过去 因为他安全至上 他永远不超车 所以很慢 我理想的那个是科技 对但这毕竟是 我说这是非常魔幻的一个场景啊 不如果你看到个别的科技 那当然很多欧美国家是没有 我现在只是不讲科技产品 我讲城市建设 没有你光看捷运系统 比欧美任何国家的捷运系统更干净 对对就让他们很多人都傻眼了 可能更先进哦 对对更先进 对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电子支付啦 对这个他们太有感了 太有感了 那本来大家都讲说这个很难使用 事实上大家用了都非常喜欢这样 就觉得太方便了 对电子支付也是啦 对这个普及率超过大家的想象 而且电子支付能够买的东西也超乎他的想象 也包括进入各种地方使用的频率啦 对 所以都超乎他的想象 对所以就是一个手机搞定所有的这个 十一柱子一切的一切 叫车啊看电影啊 而且还特别的便宜 其实是因为微信没有英文版 不然他们大概要正眼镜都掉下来 超好用 超级好用 对啊 那么南华早报报导了一个消息 说在下周有一批重量级 美国的企业高管要前往北京 就是希望在三中全会结束之后 跟大陆官员见面 获得第一手的资料 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重视啊 那其中有哪些都是重磅的 高盛啊 星巴克啊 等等之类的 Nike啊 高通啊 亮哥怎么看这次三中全会 不因为 他真的在一个 以前那种发展模式 到了一个转型的关键时刻 比如说 他有房地产的危机嘛 那年轻人的失业 那消费复苏不如预期啊 还有地方的债务 那人口的增率不如过去嘛 我还看到一个数字啦 说16岁到64岁的人口 现在大概只占64% 那之前是71% 所以劳力秘籍产业 坦白讲要做处理 所以事实上他不断不是在提 从去年到现在都在提薪质生产力 我觉得这个概念 大概就是要让他能够 我们叫做说像水银泄地一样啦 到 比如说这个概念有点复杂啦 这个展现在出口的就是 他的那个半导体产业开始出口嘛 电动车嘛 太阳能嘛 那还有电池 可是这个概念不是只有这个意思啊 就他那个工业体系啊 累积那么久 然后虽然说他这个遭到了 美国的科技战的围堵啊 可是他确实有很多科技 他自己做出来了 然后他的数字经济啦 人工智能啊 还有计算能力 坦白讲仅次于美国啊 这个是世界罕见的一个特质啦 那这些东西如何运用到各个领域啦 我觉得这一次大概就是要谈这个问题啊 那就必须要有金融 然后税制财政等等的配套 因为大家在等他的具体措施啊 比如说有人就说 可能会对金融体制做一个松绑 因为确实很多中小企业跟民营经济的投资 比以前要少 事实上目前的很多的那个薪质生产力 都是这个央器带动 那这里就牵涉到他的资金的配置的问题啦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 他这个融资体系一定会做放宽啦 那要对民营企业跟中小企业做更好的配置 那第二个是税改啦 这个税改就是 你要确保未来的财政收入的稳定啦 因为你政府要有钱啊 你才能够做事啊 那这个部分我不知道 他会往哪个方向走啊 因为有人提到 会不会有遗产税啦 个人所得税啦 那这个就不得了啦 还有房地产的部分 虽然现在房地产不太好 那第三个我觉得是改革开放的部分 他可能会进一步开放一些领域让外资进来 那这个可能会包括服务业 所以这就是这么多美国CEO过来的 当然啦 因为他们要找机会啊 这么快就来 不 我觉得是这样啦 比如说中欧投资协定 你知道欧洲议会过不了嘛 那你要不要干脆就放 这个叫单向开放 事实上他很多已经在单向开放了 包括那个给免签啊 那给那个农产品进口啦 我觉得他现在可能在思考 这个事实上那个谁啊 你说那个新加坡那位学者啊 郑永年 郑永年就一直强调这个 说中国大陆不要怕单面开放 因为他的体量够大 那事实上会让吸收到全世界最好的东西 我还看到一个词叫做高品质的开放 对对对 比如说我举例啦 比如说医院 坦白讲那个 中国大陆有些医院真的是很糟糕啦 那你要不要开放外资进来竞争 就是我是说有一些领域啦 有一些领域 那我现在不确知是哪些领域他要开放 不过我知道他要进一步改革开放 就是要向全世界昭告 就是说中国大陆真的是循着全球化 WTO这个路线在走 不只是主张全球自由贸易啦 而且他的体制要开放 所以在欧洲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单向开放 那我认为他有一大块应该是 要让那个薪质生产力 能够进入各个领域啦 比如说你如果是务农的啦 那怎么样让人工智能能够帮你 就是就是有很多还有因为他讲的 薪质生产力是包括劳工本身要变成高素质啊 那劳动的本身拿到的比如说资料 他可能可以透过更好的企业的诊病啦 采购了程序啦 然后让你拿到更便宜的成本的东西 比如说然后比如说他在搞很多制造业的大语言模型啊 就是如何让大家可以使用 我觉得他大概在想这种问题啦 因为你不能够让人工智能的东西到最后 都变成是自己在发展啦 就是他必须要外溢出来 让各个领域使用 尤其是服务业 农业 中小企业都能够用得上 我觉得他现在大概在思考这种问题 那这个使用就牵涉到他要有钱啊 因为他又没有钱他怎么去发展他的企业呢 而且他确实碰到一些挑战啦 比如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富士康离开郑州 那郑州就失业多少人 那些人都是劳力秘籍的 那劳力秘籍那些劳工 他没有技术嘛 他技术等级不高 那你如何有效的 把他透过一个过程啊 让他拥有 我们说新的技能也好吧 或者学到一些新的东西 然后可以纳入新的发展的部门啊 比如说服务业啊之类的啊 我觉得他也在思考这问题 不然你你真的没有办法应付 劳力秘籍产业退出啊 然后年轻人在找工作那个压力啦 我再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 他面临的压力有多大 房地产啊 在去年啊2023 他占GDP的比重是25.9 那他估计啊到2029年啊 就是五年之后 房地产占中国GDP会降到16% 那在这过程当中高科技 我们讲高科技啊 还有包括什么电动车啊 太阳人啊那些全部加起来啊 他会变成GDP的23% 那今年只有18% 所以你去想一想这个一定就是一个 产业转型的过程 那这过程会有很多震痛啦 因为有些人会失业啊 那你如何让他们转入 我不是说他可以做高科技的员工啦 不是这意思 我是说高科技可以外溢出一些能力啊 让他可以从事别的工作啦 我觉得他毕竟是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啦 他就会觉得说这个人工智能 等等的那些科技的能力 我如何帮你 让你能够使用 那我觉得大概在想这些问题啦 坦白讲我也还没有完全想通哦 不过他如果真的完成了这个改革 那就是一个这个大概就是 又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啦 因为就是经济转型 讲白了就是你要变 他的时间是2035年 2035年他要成为一个科技的强国 那那个过程你可以想象 劳力秘籍一定要退出一部分嘛 然后这个房地产 他的产值一定会降低嘛 那这过程到底增加了什么 比如说你如果增加了 我们随便讲医院好不好 那医院就要有一些高素质的员工啊 他要操作啊 之类的 那这个过程如何来完成啊 我觉得他在想这个问题 对其实台湾在这个产业转型 还有升级的过程当中也有阵痛 更不要说中国大陆这么大的国家 这么多的这个劳力秘籍人口 所以转型的过程当中 大家听到亮哥讲就知道 真的是个大工程 更何况现在国际的情绪也不一样了 还有科技的一些加入等等 所以这个大工程 习近平改革家 那这是一个我们看到新华社的一个 蛮标志性的一个称呼 改革家习近平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卤会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卤会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卤会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感谢您随时拥有水润的